阿三开来了一辆拖拉机 在后面还挂着两辆面包车 就这样开着拖拉机在邻居家的地里面飞奔 难道这就是老外的大玩具吗 直接拿着汽车当玩具车来用了 对这种行为的评价也是非常的简单 真就是吃饱了撑的 当然就算是汽车也不例外 为了防止别人接近自己的汽车 就在汽车的外面焊接了密密麻麻的铁钉 那辆车用了5000根铁钉 看起来就好像是刺猬一样 谁看到了谁不得躲得远远的呀 甚至还想让汽车压到铁钉上 准备了许多铁钉 当汽车压上去的时候并没有刺破轮胎 也幸亏钉子的数量比较多 不然这个轮胎就保不住了 而老外似乎是非要把这个轮胎给刺破 另一边又准备了4000根铁钉 密密麻麻的钉在了木板上 看一下汽车快速的从上面冲过去 能不能把轮胎给扎破呢 看到当汽车过来的时候 直接就跳了起来 轮胎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又来到了钉子上 直接把轮子给停在了上面 在上面来来回回的碾压 甚至汽车的后轮从钉子上擦了过来 看到最后发现钉子也没有什么变化 而汽车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不过大家也不要模仿这种行为呀 避免发生危险 啊 把轮子上按下来 再放入